以前一些低温的话 大概19到21度 早上跟晚上还是有点凉意 但是白天中午的时候 可以来到28到31 32度 有点夏天 这个夏季型的天气了 所以白天算是可以穿暖袖 但是晚上跟清晨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到大一件薄长袖或者是外套 礼拜四礼拜五 说到下一波东北风 跟这个风面的影响 温度会明显往下降 低温17度 白天高温21到23度 所以礼拜三到礼拜四的温差 要特别注意 来看一下中部的话 也是一样 礼拜三之前都是比较温暖 低温有21度 白天高温28到30度 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日夜温差 礼拜四跟礼拜五的话 温度稍微往下降 低温大概19度 白天高温大概25到26度 南部的话也是类似的情况 礼拜三之前都是比较温暖 低温都可以回升来到23到24度 白天高温有28到31度 礼拜四礼拜五低温22度 白天高温稍微往下降到27到29度 另外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住了东半部地区 云南稍微比较偏多 局部临行短暖震雨 西半部的话都算是稳定 但是桃园以南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 橘色灯号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来看一下 这个明天白天的话 几乎全台湾都是可以看到阳光 东半部的话 局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这个震雨发生的一些机会 像南花莲或是绿岛的话 降雨几率就相对来说 稍微偏高一些 另外我们西半部的话 虽然天气稳定 但是我们的中南部 尤其我们高雄屏東附近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这两天甚至到礼拜三之前 都是吹屏東风 天气是比较稳定 甚至是有点热 那么中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空气品质 有机会亮橘色灯号 下个礼拜三的晚上 东北风还会再增强 会波风门运气略过 所以你的天气会有些变化 温度也会明显往下降 尤其北部跟东北部会比较明显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波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